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暢游异国 风景看障至今深 为何在宇宙外独行 花生有 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也风流 好 回来了 上集我们就 花了整集去讲危地马拉 发觉危地马拉真是精彩到 其实可以说三四集都还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宇宙之前 真的试过这么说 是的 未来我也会这么说 我未来也会有很多分享会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Facebook Fanpage 叫宝品 宝贵的宝品格格品 我会把我所有在不同地方的 分享会的日子写上去 欢迎大家到时来踩场 即时问问题 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其实应该是对世界不同的地方 也有一个兴趣 这样才可以建立到 自己的国际线连续 起码是敏感性 其实我们上集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整体的认识 危地马拉人的文化 以及至少玛雅文化 至少玛雅文化 有没有世界末日这一回事 我们有 用了整节去说这个 Antigua 即是这个首都 整个首都都是开平丢流的 有大三巴 其实整个危地马拉人的文化 其实整个危地马拉人的文化 非常集中 其实我们很简单 如果你说说 欧洲文明来说 如果你是很重复的 很重复的 去认识欧洲文化 其实就去维亚纳 维亚纳的名声估计 是非常集中的 危地马拉人的文化 其实也是 我上次听过Bowie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危地马拉 其实是在时间上 比起这个 墨西哥更加加强烈 其实我们上次说很多Antigua 但其实我还没说 危地马拉的一些马亚的遗址 其实是 我借这个机会 我顺便说一说 危地马拉的优胜之处 当然它有马亚的遗址 另外如果喜欢游山换水 因为危地马拉在中美洲的地方 它不算发展得很快 工业化 所以它的游山换水的点 那些湖 有很多个湖 我叫做镜子湖 还有一个叫做 危地马拉狗寨溝的地方 都是很漂亮的 它的优点是 你们还可以下水玩 刚刚大台有一个节目 叫做五十日背游中美 刚刚介绍到 危地马拉的狗寨溝 那些湖 你全部可以跳下去玩 我觉得这是它的特别之处 你和大自然可以有近距离的接触 融为一体 那情况就像克罗地亚 十六湖国家公园 但是十六湖国家公园 又不能跳下去 是吗 是不能跳下去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游泳 游泳的位置 应该不是十六湖国家公园 是吗 譬如海边 周围的泳棚 就可以游泳 但是十六湖国家公园 就应该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受保护的地区 但是现在说到 危地马拉 原来它的湖 是可以跳下去的 是的 还可以的 因为我去那个 我叫做镜子湖 Laguna La Chua 基本上要走一个小时 才能进入森林的湖 其实只有我和我朋友 没有其他人 就像斯嘉湖 我觉得很棒 不用跟其他游客逼 九寨沟 就多些旅行团去 但他们玩一会就走 我和朋友可以浸水 浸一整天 浸到脫皮 我觉得很棒 全部东西 真的不多游客和你搶 玩水就有这些 行山因为有很多火山 所以刚才除了说 去火山烧棉花糖之外 中美洲最高火山 有个叫Tahu Muco 都是在危地马拉 其实有很多火山 可以让游客走 所以危地马拉 除了读书 学马亚的知识 学刺秀 玩水 行山之外 都可以集中学马亚的知识 是有优性之处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 中南美很流行 是开放活火山 被人去行山 tracking 可能真的要爆发 那一期才封山 否则平时真的被你照行 很有趣 游客就特意等它爆发 看那些雷尾 如果看不到那些雷尾 很失望 可能要退钱 人性的另一面 大家都喜欢冒险的东西 是的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香港常常去旅行 香港人常去旅行 好像刚才所说 又要安排 又要安全 為什麼那些人 那麼喜歡去日本 日本沒有小偷 又不會擔心 會被人偷了東西 但是原來 我們現在說到危地馬拉 其實那些治安是怎樣的 那些治安 我在日本兩年一次爬首都沒有遇到 我在香港住了幾十年 都是遇過一次 歷地馬拉 是不是每個月都會遇到爬首 如果你譬如在危地馬拉居住 你會不會經常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沒錯 所以就很好玩 日本呢 去其他太先進的城市 你經常走一間是游蕩的 心不在那裡 在危地馬拉好像走蟬 你每一刻心都在那裡 因為隨時不知道轉角 會有個插標出來打劫 也不知道袋現在在跟我一起 預我同在 待會會跟我同在 因為經常出街 我試過背包都被人戒爛 小背包也被人戒爛 旁邊袋也被人戒爛 但是你不知道 可能過了一刻 腰包也被人打開了 拿完的籃包幫我蓋上 這些真的很像深圳 沒錯 所以是防不勝防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很不習慣 都會跟當地人和遊客伸 我伸身他們又帶我回頭 我每個人都試過 但是Bowie 你有沒有去過巴西呢 其實巴西也是一個 治安非常差的地方 尤其是針對旅客的地方 但其實跟巴西比較如何 巴西好很多 我竟然巴西好很多 不過我在巴西日子不長 可能只不過一個月 沒有遇到小偷 你是不是去李約熱奈奴 我全部都去一下 這個Rio一定有去 其他山區小鎮 我全部都會去 沒有我阿鼻 我覺得我最珍貴的已經是 我自己的生命 保得住一條命 還有什麼所謂 即是很豁開去 剛才我們聽到 Bowie介紹 有這麼多可取之處 風景又這麼漂亮 又可以學西班牙畫 但是原來治安 都令人很擔心 其實你有沒有去衡量過這件事 這個地方很享受很漂亮 甚至跳到湖 會不會跳到湖上來 不見了這些東西 那怎樣去平衡這件事 我要平衡自己的心情就可以了 因為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 但是慢慢當地人和朋友跟我說 這裡是這裡的生活一部份 好的你要接受 不好的你也要接受 不單止你生活在這樣的情況 這裡全部人都被小偷打個夾 或者偷錢包 你不可以只要它漂亮的部分 又不接受它壞的部分 女朋友是這樣就是這樣 她下妝是另一個樣子 即是我要接受這件事 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很舒服 還有我的朋友 這些說法很療癒 還有去尼馬拉的人 普遍都是同類人 不是讀書就是喜歡馬雅文化的 即是她不是去超級購物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是做義工 所以你接觸到的人 全部都是正能量的 香港人和我是一塊負能量 香港人和我是女人 很喜歡去投訴 你已經負能量 我已經是負能量 那你說公主病的就更糟糕了 應該不會去的 應該不會去的 她應該不會被人打劫 她應該不會被殺死 有多一個參考 起碼就是喜歡去日本的人 即是港女是不會這樣 放心吧 我都沒有遇過香港人 所以不要說她 很棒 我喜歡這些 其實有遇過兩個 兩個都是當地義工 即是在那裏做義工 在那裏做什麼義工 那強國人有沒有呢 有 講回香港人 一個是當地建立了NGO 他是NGO的創辦人 哇 很厲害 是去上雜誌 另外一個就是當地 香港人住在我家附近 他在當地也是做義工 但香港去的遊客 我是沒有遇過 但他們說做義工 他們是幫什麼呢 當地建立NGO 就是主張用知識改變未來 搞很多學校 或者特殊技能的課程 另外一個香港人 就是去幫另外一些義工團體 也是搞一些教育的事情 我覺得我身邊的香港人 會令我威風 他們不是香港人 不過他們都有共通點 他們都是在外國生活過 這個我也想說 應該是 因為那個概念完全不同 跟我們土生土長的人 因為他們回不了香港 都有強國人 但他們也是那個特徵 他們都可能在美國讀書 或者在外國生活 知道伊地馬拉這大地方 然後再去旅行 但他們都是去做義工的 或者是學西班人 即是被美國改造了強國人 沒錯 因為伊地馬拉 我想如果是售賣 或者一般客人 沒有人客人 未必會花這個時間 為心機去 而且經常要提心跳膽 買了一些東西 可能會被人偷了 另一位客人已經偷了 如果這樣說 可能比起秘魯更加危險 對 那時候我在南美洲 都漫遊了一年 我被人搶東西搶了一次 伊地馬拉差不多一年 我遇到爬首四次 在家裡閉門失蝕一次 閉門失蝕 貴重財物 寄宿家庭裏面 被人偷東西 是很平常 我原本覺得很害怕 後來我跟其他人生 原來也是很平常的 但其實這些 譬如你說血案多不多 血案我親眼看到都沒有 但是我的朋友說 在街上也會看到 不過可能跟一些毒販有關 他們開槍殺的 是真的找目標的 我朋友經過說 見到很害怕 但是與他無關 你不會說什麼 你說雖然你窮遊 你說要維持生計 都是教書 你未至於去到 混賣毒這件事 如果你說混賣毒 應該不會生氣 不會不會 如果混賣毒 就未必去伊地馬拉 可能要去到 高倫比亞 都是姊姊 所以就 只是教書 就應該沒有人身安全的危險 我打算教書 我只是容易教 所以都沒有錢 都是沒有錢 那錢那裡究竟是什麼回事 上集到現在 我們都是一個謎 我們變回又是不錢的問題 很迷思 究竟見到你可以 去到這麼久 因為那裡的花費不高 二千元港幣一個月 包四包住 但你帶了多少錢去 錢的不用帶很多 因為那裡是可以按機 但你的起點是多少 起點啊 這個不方便透露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幾百美金夠 住宅舍也夠 因為我不會帶很多錢起來 因為這麼多小偷 隨時沒有 跟得我身身就沒有了 我一不夠用的時候 我還沒按機 即是那邊按機都方便 是按到你香港匯豐銀行的戶口 其實是 是啊 至少不會有些小偷 小偷 未必是有些 搶錢 用刀子 鋪著你 然後按機 這些都有的 不是我身上發生 但在這個城市裡面 什麼事都會發生 如果看到你是遊客 他有權這樣做 大家也未必 所以我當時有聽其他節目 他有支持 做少許的資料搜集 做行程的就沒有搜集 但對於危險的事 我會做少許的資料搜集 就是小心 其實應用於任何國家都是 就是小心跪完機 是不是真的跪完機 真的很大力 我以為是強國才發生 然後有沒有人跟蹤你 拿完錢之後 等你去到暗角衛斯打劫 這些是要很小心的 所以我按錢的時候 按錢的時候 按錢就有計劃 不要傍晚的事去 但日後 晚上很多人的時候 就要去 然後馬上去交錢 因為我按錢主要的原因 是交學費 那些錢就不要保持自己身上 那麼久 一拿了錢 就交學費 交租交了去 沒有錢 一身輕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聽完你這樣說 我自己都害怕 我回想起我以前 是不是呢 是壓骨多意 我經常自己一個人 到處暑 還要晚上到處暑 所以是不是很幸運 我是很幸運 所以我會盡量減低自己的危險性 晚上要外出的話 就像鬼妹一樣 我走得比賊更快 除非開車 而且晚上很少會外出 要不就跟朋友一起 跟朋友一起都要選擇 那些不負責任的 都要喝酒 你剛才說的說話 即是當地人 都接受一件事 就是治安差 是他生活上的一部分 是啊 但如果他看到你被人偷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血案的話 他會不會都當為生活的一部分 即是不理你 即是不理你 即是好像果欄那些 即是那些阿姐這樣 執產即是執了 哈哈哈哈 會不會是這樣 我沒有親眼看到 但有一次我寧願聽到他們叫油賊 那一次我以為自己 他說要叫油賊 幸好我會聽 因為他說西班牙文 他說要油賊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的袋子還在我身上 即是不關我的事 這麼遠發生 然後他吃飯的時候發現 不是的 我的袋子都串了 哈哈哈哈 莫非他要叫油賊 是寧願告訴我油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又做辦法 所以其實是很守望相助的 大家是 即是起碼不會像強國人一樣 即是起碼都叫一聲 唉 其實是很守望相助的 但你生活這麼久 看醫生又如何呢 信不信得過呢 醫院那些事情 我起初我經常病 我在香港病 我在不同國家都會病 那次病了兩個星期左右 我自己本身是相反感冒差 我沒有看醫生 但後來病得太久了 要交租 你很怕我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多少錢租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些國家 這些叫做發展中國家 他們就是這麼著地 是啊 當然 我們不會想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你兩個星期又不出家 又不讀書 又不在房間裡做什麼 我就是病就睡 不停睡 什麼都不做 變了空窄 對呀 又不走 又不起床 出去按錢交租 又不知做什麼 又沒有電視給你偷 又不知做什麼 他們都害怕的 你有病不如看醫生 我說看醫生 我聽說 落後地方有解釀 有沒有一些毛衣的呢 應該是毛衣來的 那些馬馬毛衣來的 哈哈哈哈 我病的時候 灑一些芝麻在一起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但我病的時候 在Antiquia這個古都 是沒有毛衣的 不是吧 他也是一個城市 但你會不會 你都會八卦想試一試 但我去到那些山區的時候 我又沒有病 哈哈哈哈 我去到困難的 哈哈哈哈 見到毛衣的時候 我又很健康 見不到毛衣 我在大城市 就見不到毛衣 所以真的很矛盾 他們就告訴我 其實走過去 三分鐘就有一間診所 不如你看看醫生 但我怕是有假藥 然後說不是啊 是政府醫生 沒有假藥的 放心吧 那那些政府醫生又貴不貴呢 那些政府醫生又 對外人 是西藥來的 但首先我先說說那間診所 那間診所 他不說我也不知道是診所 就是門口又是畫到花絲 那些 哈哈哈哈 我們香港人的診所概念 就是那一隻 白雪雪 不是的 你起碼有些位置 在哪裡讀書 是不是 他們不是的 不是的 那間門口一樣是七彩繽紛 畫了公仔 這間幼稚園是診所 那進去真的是診所 原來身體檢查 就是簡單的 是免費的 就是幫你探一下熱 照一下心肺 就是那些聽筒 是不用錢的 看看你的眼睛 有沒有發黃 那些真的不用錢 那我早知道早點看吧 哈哈哈哈 不用吐兩個星期白膠租 不過吃藥就要付錢 不過很便宜 那10元港幣就有藥吃了 那麽便宜 那麽便宜 其實那些藥很便宜 那些假藥很便宜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們來美國很近 其實美國有些藥 美國有很多藥廠 就算不是A貨也好 那些我們叫副廠藥 不是正牌那一種 但是我會覺得很便宜 其實 那又不會掃我錢 然後我看完 因為那些藥太厲害 我演變成胃童 感冒加胃童 然後我已經普通診所 已經醫不到我了 我要出去醫院 醫院又說到花哩花怒 醫院像一間醫院 門口就拍了一輛 寫著台灣贊助的車 所以我肯定是一間有規模的醫院 有贊助 有贊助 我證明我明白 未來幾十年 可能都要申請簽證 才可以進去 不過話實話 其實你說回 埃地馬拉的人 其實三湖水 消費應該不會很高 因為他們大概是 三千至五千元美金 就是購買力 如果你說相對於 大陸就六千幾 六千幾七千 香港就四萬 其實他們是一個 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如果你們去吃一頓飯 出去吃一頓飯 大概幾錢 對呀 我就說一個月包吃包住 就二千元港幣 但出去吃一頓飯 就算去街市吃 都要二十幾元港幣 這樣比街上 一點都不便宜 對呀 所以他們生活 但我很不喜歡指數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自給自足 為什麼要買很多東西呢 都是三個自己織 那十套就是那十套 不對的就是交換 二手 為什麼要像香港一樣 買完又扔 買完又扔 他們全部都是自己種 自己吃的 那還用什麼消費呢 我覺得其實他們自給自足 生活得很開心 心靈和工作上都很滿足 不過如果要讓他們知道 外奸的人類賺這麼多錢 生活這麼舒服 那可能有另一種想法 但他們一向有這種想法 因為他們被剝削 因為一向西班牙都對他們 不讓他們讀書 一向都是很面對 但不影響他們的內心 因為可能是宗教影響 他們對我的外人 不會罵我 不會出很多妒忌心 他們對人還是很真誠 即是很樂天之命 甚至乎是安憑樂道 中南美的人普遍都是這樣 而且很快樂 香港人的消費力高 但你們都不開心 你買東西是一種發洩 買完又扔 但自己織的東西 你是不捨得扔 譬如我自己瘦的衣服 我真的不捨得扔 不適合都不捨得扔 即是像我媽媽以前 穿衣服給寶寶 我們已經這麼大 他們都不捨得扔 因為曾經花過的心機 是不捨得扔 他們是一樣的 不會說狂買狂扔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很貼近自然 很環保 他們才是正常的人類 我們城市人破壞 大自然破壞 真的太過分了 其實都還未解開我們這個問題 你怎樣維持 我不會的 就是按機 就是按機 整年都是這樣按機 其實沒有賺錢 沒有啊 那你都存了很大筆錢 那你兩千元 一年就二萬多 二萬四 一個月計算完玩 就三千元港幣 看你玩什麼 就是有些都不用錢 因為是大自然的東西 不是啊 因為你坐車去第二角 村州過散 就是車費 都要付錢 還有學費都要付錢 最近你計算機票 可能三四萬元的事 我不知道 視乎你怎樣玩 還是做些什麼 去了一整年 窮又窮玩 全程都是真的沒有收入 請問又會有哪方面的收入 你教書那些 因為那邊 真的人工方面 如果我真的教書 全職教書 一個月是港幣1500元 但我交了是2000元 所以我會憑量 究竟去不去教書 如果我教書 是一個體驗 但就沒有了我其他的時間 我這樣想想 我過去做寄宿家庭也不錯 是呀 一個人收2000元港幣 我家有五六個留學生 是庫戶來的 這麼厲害 他收這麼多人住 他有很多房子 就算是 不是有收入去平衡 你預約了幾萬元出來 也不是很大件事 不是 我從來都沒有說 是一件很大件事 是呀 因為你一開始就說 一整年 拋下工作 然後去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擺脫不了一個 心裏面的一個枷鎖 就是說 至少working holiday的概念 都要有收入 但這不是working holiday 真的沒有working 其實是 這是learning holiday 是學習西班牙文 我覺得是一個價值 是不是包括西班牙文 其實我 2000元 2000元 不包括這個就是住宿 但是你透過和家人聊天 其實都學到西班牙文 看電視都已經學到 看看你其實便宜和貴 價值不同 香港人可能手袋都幾萬 是夠我用一整年 你看看大家的價值觀 同事反過來說 我一個人包幾千元 就是你一張機票就一萬多元 這樣平起上來 我就覺得又公平 所以這些是沒得爭的 如果一年我花幾萬元 去學一個語言 比起我以前一年 用幾十萬元 去讀過日文 或者那些人去讀過學位 幾十萬元 其實 究竟哪樣值得呢 其實是 生活上學回來的東西 其實是 入路很多 有個經驗 在交纏之間 其實剩下的技術 其實是更加深入 肯定是 你都說了 你學到的西班牙文 其實是找不同的人去練習的 對呀 甚至乎是 用於艷遇上的 對吧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一會兒回來 不是說艷遇 好嗎 是 好嗎 是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